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最近疫情比較嚴重一點的緣故 大家沒事的話都盡量不要出門 但是整天都在家裡總是會有點無聊 對於平常沒有在長時間玩遊戲的人來說 很容易會遇到無聊、想要玩遊戲 卻又不知道玩什麼的狀況 今天的影片我會用類別的方式 來推薦幾款大家在家裡都可以打發時間的遊戲 在不能出門的日子裡 對平常社交豐富的人來說 少了身邊的朋友 我想是最大的不習慣 如果身邊的朋友、人手都有一台Switch 那麼這邊倒是有不少可以連線的派對類遊戲可以推薦 首先是近期開放更多內容支援線上模式的 瑪利歐派對 在這款遊戲中可以透過連線的方式 跟朋友玩類似大富翁的遊戲 並且在這裡比賽最終誰可以拿到最多的信心 勝負常常不到最後很難判斷 除此之外還會有大量的小遊戲可以選擇 打開語音之後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得很愉快了 遊戲最高資源四人同樂 第二款也是目前Switch銷量最高的遊戲 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 雖然說這款遊戲是一款賽車遊戲 但遊戲中有加入各種道具 讓實力接近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遊戲體驗 並且可以開啟自動導航、自動前進等等的輔助功能 對於剛買回來的玩家上手的友善度也非常高 除了一般的賽車之外 另外還有同樂模式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用不同的規則互相PK 也可以玩得很有樂趣喔 線上模式最高資源12人同樂 而說起同樂最常會被人提起的應該是主過頭 分手廚房的美名 讓大家在無聊的家裡 依然可以跟朋友玩出不同的火花 四個廚師在廚房裡 到底是合作無間的出菜 還是彼此干擾彼此的行動呢? 這就很看隊友到底是誰了呢? 這款遊戲目前有一代跟二代 另外還有推出可以跨平台連線的 拳頭好吃版本 大家可以根據多數朋友有哪一個版本來考慮喔 遊戲最高資源、四人同樂 這些比較需要高反應的遊戲 玩不習慣 那可以考慮靜態的遊戲 並且有51款可以選擇 世界遊戲大權51 這款遊戲中收錄了很多不同的小遊戲 各是國際知名的棋牌類遊戲這裡都有 不過沒有象棋跟圍棋 遊戲資源一到四人遊玩 但是不同的人數能夠玩的遊戲會不一樣 因為有些棋牌類的遊戲是一對一的 四個人玩不了 但因為選擇多樣 很適合隨時打開來玩個一場 派對類的遊戲如果你玩的不習慣 但依然想要跟朋友有一點社交 那麼就可以考慮社交的遊戲 這點在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就有一款很知名的遊戲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在這款遊戲中可以邀請朋友來到你的島上 一起有各式各樣的互動 自己的島上也會有自己的動物居民 彷彿在遊戲中給了你另外一個世界 如果是去年就已經買了 可能很久都沒有玩的玩家 也可以考慮利用這個機會 給自己的島嶼來個大改造 並且邀請朋友來島上走走 每次說到社交遊戲 多數的人都會提到動物森友會 但其實有一款遊戲 雖然它沒有動物森友會那麼社交 但我還是覺得很適合多人一起同樂 《勇者鬥惡龍》 《創世小玩家2》 這款遊戲本身有自己的主線劇情 但只要玩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邀請朋友來到你的世界裡面 在這裡一起建造各種建築 打造出一個屬於你的世界 雖然這樣說的話 玩單個創世神就好了啊 但是《創世小玩家2》本身 居民會跟物件互動 光是這點就讓我更喜歡這款遊戲了 朋友不在的時候可以自己刷劇情 朋友來了可以一起建造 也是真的很不錯 不想要競賽式的同樂 也不想要社交式的同樂 那麼其實可以考慮共鬥式的同樂 也就是一起組隊完成目標任務 說到這裡就一定要提到最近推出的 《魔物獵人崛起》 最多四個獵人一起接下狩獵魔物的任務 穿上自己喜歡的裝備 拿起自己熟悉的武器 一起去讓魔物倒下 或是去被魔物打趴 在狩獵完成之後 利用拿到的素材 繼續製作出更強的裝備 打倒更強的魔物 並且等待官方給出更多的更新 宫東類遊戲本身沒有太多的競爭意識 彼此之間的合作也會讓遊戲玩起來更加有趣 最近有一些玩家會問我 我的魔物玩得差不多了怎麼辦? 其實聖天堂有一款團隊競賽的遊戲 《七彈大作戰2》 雖然不是打倒魔物 但也是組隊之後跟對方的隊伍一較高下 在朋友一起玩一般的模式情況之下 有時候朋友會是你的隊友 有時候他會是你的敵人 這種不斷切換身份的方式 也讓遊戲別有一番樂趣 雖然說遊戲本身是射擊遊戲 但在基本的模式之下 最終比賽的是誰能夠把地板染色最多 而不是單純的不斷的打倒對手 這樣的玩法也對新玩家友善了不少 講了那麼多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遊戲之後 大家還是要問問自己 你到底有沒有朋友? 如果你跟過去的我一樣是一個邊緣宅 你一樣可以買剛剛的那些遊戲 但就是要在網路上找人玩 或是只能單人遊玩了 那麼有沒有適合邊緣宅在家裡玩的遊戲呢? 那當然有 家的大門阻隔了你與病毒 但阻隔不了你想要冒險的心 那麼就進入海拉魯大陸 與林克一起展開冒險吧 曾經有很多人為了這款遊戲買Switch 那就是薩爾達傳說礦野之喜 開放世界的玩法讓你可以自由探索 各種合理到不行的物理表現 也讓你可以在這裡玩出各種不同的驚奇 遊戲不斷的提示你要去幫助公主打倒魔王加農 但是有多少人被美麗的海拉魯大陸給吸引 至今都沒有踏上討伐加農的道路呢 這點或許還沒有玩過的玩家 當你們加入了之後就可以體驗看看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比較特殊玩法的玩家 但也同樣喜歡冒險 那麼任天堂推出的一款遊戲 你可以考慮 皮克敏3豪華版 這款遊戲中我們要領導著很多小皮克敏 利用不同皮克敏的能力來解開謎團 並且在各個地圖中探索收集資源 遊戲的玩法相當的特殊 一切都需要靠著皮克敏來執行 我們就是要不斷的給出指令 不想自己冒險 那就讓皮克敏陪你一起 相較於冒險類遊戲來說 也有不少玩家對遊戲的期待 更多的是放在遊戲的劇情上面 那麼有沒有什麼遊戲 本身的遊戲好玩又有不錯的劇情可以看呢? 那當然是有的 不過好不好看這點很看個人 我打個預防針 我介紹的是我自己覺得好看的啦 第一款要說到的 就是那個用像素與精緻畫面結合的 歧路女人 在廣大的大陸中有8個不同的人 我們要分別體驗他們的故事 了解他們的現在過去未來 遊戲本身是回合制的RPG玩法 但系統上非常豐富 不是單純的選擇招式就好 要嘗試找出對手的弱點 並且利用弱點傷害來打破防禦 來給予大量的傷害 遊戲性與劇情上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八段不同的故事也讓劇情更加的豐富 是很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是有玩過曠野之習的玩家 那麼在劇情遊戲的選擇上 我就會推薦你體驗看看 《薩爾達無雙 災厄騎士路》 這款遊戲中可以體驗到100年前的海拉魯大陸 在那個國王還活著的世界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而當有人出面提醒 事情的走向又會不會不一樣呢? 雖然遊戲本身是無雙類的遊戲 但透過跟曠野之習中的系統結合 玩起來依然相當的豐富有趣 搭配上劇情的完美詮釋 讓這款遊戲的可玩性大幅度的增加 雖然遊戲之前有一些調整的問題 但還在我的接受範圍內依然值得大家體驗 那如果你不想要傳統的回合制 也不喜歡動作玩法 那麼就可以考慮聖火祥魔路風花雪月 遊戲本身是戰棋類遊戲 比起動手更需要的是動腦 遊戲一開始就可以選擇加入一個陣營 每一個陣營都會有自己的故事內容 想要全部都好好的體驗一次 那麼這款遊戲就可以讓你玩上很多時間 而遊戲中除了戰棋的部分之外 另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安排 遊戲的豐富度非常的高 也很推薦喜歡戰棋玩法的玩家可以體驗一下 相比於劇情對我來說 有些遊戲更注重於遊戲性上的互動 透過與場景的互動完成各種解謎 並且順利的推進進度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玩法的玩家 那麼這邊有兩款遊戲也可以推薦給你 第一款是路易吉洋樓3 玩家扮演路易吉在同伴都被抓走的鬼屋裡 想辦法利用手上的吸塵器來打倒鬼怪 並且利用分身的系統與吸塵器的功能 來尋找前進的道路 在劇情的演繹上並不算太多 但關卡的設計上我覺得相當的豐富 並不會有重複性解法太多的感受 而另外一款就是紙片瑪利歐摺紙國王 在都是摺紙與紙片的世界裡 利用撒紙穴的方式來填補各地的破洞 遊戲採用的是獄怪式的玩法 但是有別於一般的回合制玩法 我們需要透過調整輪盤 來做出最佳的攻擊 一次性攻擊到最多的敵人 而在BOSS戰中 則需要不斷的設計出最佳的路徑 來順利打倒BOSS 遊戲性上也真的是很豐富 這些遊戲多半會有全破的一天 但有一種遊戲只要不玩你都不會全破 那就是經營類的遊戲 木場類的遊戲我之前有分享過 Switch上有推出過的總整理 右上角給大家連結 我這邊就不再次贅述了 近期也有分享過符文工廠室的再次介紹 那款遊戲真的很推薦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以上就是我推薦大家在不出門的現在 可以考慮在家裡玩的一些遊戲 希望對大家會有所幫助 也希望大家在最近 減少出門多在家裡 沒事多玩遊戲 一起期待能夠再次出國玩的那天到來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掰掰 感谢观看